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办的活动跟派对我自己主导的一个场合的话我也会有责任照顾到所有人 但如果第六感告诉我可能你觉得有点什么的话那我就保持一个距离或者什么 但大部分我都会被主动的 跟你搭讪怎样才不会被你拒绝了 比如说突然走到你面前说嘉老师能加一下你微信吗 我会说我没有微信 或者我说我经纪人微信在这 看第一感觉吧 性格还不错的或者什么能做朋友的 那我就可能会 哦 it's ok 那这样看起来就让我很想给你张魂的自拍 那时隔一年的话终于出新的EP了又有什么感言吗 其实很早就准备好各种的因素托迟了一点 这一次终于可以正式发行 特别开心 也希望大家喜欢吧 第一首就是过 是我跟JJ哥的 我从小到大看到很多歌的作品 我一直以来都是小粉丝的一个状态 非常幸运的 然后通过一个节目面对面 这里是第一次见到 做这首歌的时候 就在studio里面 一直在撞几个小时然后就出来了 为什么叫过呢 也可以代表着过去 也可以代表着过程 很多不同的过都在这个字里面 就是这首歌的灵魂吧 然后这首歌好像也放进了一些 你和这些歌的自己的经历进去 然后所以里面有你的情感故事在吗 对我来说 我的故事是 我遗憾我做了哪个决定 我遗憾我说了什么 哇 这样 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比如说影视剧片段也好 还是朋友给你讲的故事也好 我最近在看30而已 哇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有什么关后感跟大家分享吗 我就觉得真的不容易 真的 两个人的话 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类 人类 就算是家人也好 你还是两个不同的人 相处的时候 还是需要某种程度 适当的去融合 这个 这个 嗯 这个怎么说呢 坏的可以变好 不合适可以通过努力 变成对方越来越合适 但是我觉得错过就是错过了 能珍惜的时候珍惜吧 像这部剧 其实它是三个女生的故事嘛 你觉得你自己更喜欢看哪一段呢 哇 我哪一段都觉得特别心酸 特别心酸 好认真在追哦 对 因为我通常我会看几遍 男方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女生这方面也有自己的故事 但是他们就是可能因为大家都有困难吧 在某一个location某一个情绪某一句话 然后就突然之间下一个选择 引起了很多事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冲动 怎么突然间聊到电视剧了 因为刚刚提到你的创作灵感 然后就说自己在追击 没有 这个跟我没有关 你说这种情感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根据我自己的感受也好 电视剧作品也好 周围的人讲也好 是来自于这一种途径 而不是说就是三十而已 这么好的去诞生了我的专辑 不 这不是这个 前几天也是看到那个 肖敬腾讲尾梦加尔香热搜 所以当时你自己看到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怪怪的 平时的 怪怪的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要说什么 这要说什么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就是OK 就我觉得他也是开玩笑 他不会真的想起我 那个脸都脏红了 那天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翻唱了 我张学友前辈的那首歌 但雨天偏偏触世界人与天 突然之间很多人来信息就说 老肖要亲你 所以我说了 就 你明白吗 穿那个透视背心拍的那个大片 引发了很多女生尖叫 所以当时拍摄的时候告诉你 有这个idea 你是可以 你是非常痛快就接受了 没有就是能实现的 那我就说 oh why not 那来吧 可以啊 我的当时的条件能接受 能消化拍摄老师 或者杂志方的需求的话 那我当然可以 我当然愿意 但如果那时候我是特别不在状态的话 我是全都是肥肉的话 那我也不好意思嘛 就不想毁了这个作品 然后那个算你觉得你工作上 能够接受的最大尺度呢 还要接受什么样的尺度 还要接受什么样的尺度 是吧 尺度 看了那个你的腹肌叫我之后 就说说王哥 我能不能用你的腹肌来洗衣服 对于这种粉丝 你想跟他回应什么呢 不洗衣机还用什么这个洗呢 真是 你洗澡的时候会忍不住欣赏自己的身材吗 我之前的家呢 就是洗澡的时候前面是有镜子的 有些时候我不想看也得看 我最主要为什么会看自己在镜子里面 是因为怕自己肥了 怕自己肥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肉了 或者哪里比较肥了 我就马上去 我用镜子来去调整自己 你觉得距离让全世界都知道 王嘉尔的歌还有多少步 不要走 哇 不是多少步 是 还很远 我看不到 还很远 明年有没有什么个人演唱会啊 或者说线上演唱会啊 甚至生日会啊 这些有没有想法 我是一直以来都想的 但是一直以来时间是有限的 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得到嘛 所以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吧 一年只有365天 三百六十五天 当然什么东西都想要 但是这不现实 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做最有quality的事吧 我觉得 就走就知 王嘉尔的烟法很性感 能不能用不同的声音 阿密夏新中文单曲 大家好 我是王嘉尔 我有新歌 歌名叫我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 是我跟JJ哥一起的 也是关于我们的故事 希望大家看到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杰尼龟不会说话的 还是什么杰尼龟版本 哈哈哈 尴尬死 嗨 我是王嘉尔 杰尔 杰尔 我有一首新的歌 是跟JJ哥的交货 是关于我们的故事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看喽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去新浪大楼了 所以 我们 要直说再见了 我也想要看喽 一首新歌 谢谢 这首新歌 我们的故事 一个人呢就是 当我在做我自己爱的事的时候 追自己的梦想的这条路里面 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很多不愉快的事 很多东西 很多因素会妨碍着你前进 但最后还是 不管累也好 不管疼也好 不管 有多么多的执摩 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 然后可能最后 这条路上走的人 只剩自己 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一个人这首歌讲的是 你从出道到现在的 那个个人心路历程嘛 然后MV里面 其实我们也看了 也有一些很多 就是大家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小细节 然后有没有哪些 是你特别精心设计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说我出道现在 是我整个人生 因为是一进过 我又不想把所有的一些 我设计的那种细节 太正式地展示给大家 我还是希望把它放在 如果你们认真看的话 是有的这种小小的 detail里面 对 比如说你们看到桌子上有中国菜 就是咱们家嘛 有三到四个人的餐具 也代表着我家人的 床上呢 有基建的mask 或者基建的那个键 下楼梯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也有很多不同的细节 然后比如说有奥运团的在那个大楼上面 所以很多这种小的节 一个个我都放在这个mv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自己去感受吧 像那个mv里面其实有一处 好像是地上的影子跟人是脱离的 这个有什么特别深层的含义吗 就可能也是那句话吧 就很多东西会阻止咱们往前走 在追梦的过程中 有些时候走到连我自己的身体都告诉我不行了 或者连我自己的不理性的那一面 也告诉我不要再走 我就用了这个影子的比如去展示出来